华严经 谱写行验品 为大死是种广大行验 这里都说出来了 厌尘礼尽祝福 礼 礼是从外表说 静是从内心说 内心恭敬 外面表现得有理解 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懂得理 还是要遵守 世间的一切法 佛法在世间不理世间居 古今的离不一样 中外的离也不一样 恭敬的心完全相同 表现在外面 一定要随顺 这个时代 随顺一般人的风俗习惯 比如 佛门里面 最大的理解 现在还是顶礼 又绕三叉 现在没有了 普通还是顶礼三叉 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是不是用了 不是用了 你很恭敬的 见到法师 就顶礼磕头 让别人看到 不敢说佛 说佛要跪到磕头 叫佛不能说 你这一拜 把很多人 修佛的这个心 摆掉了 所以不可以 现在人的理解 是三叉功 我们获胀 温馨的 这个好 所以我就不赞成 人家 大庭广众当中 有些公共场所 一见到 飞机场见到 也磕头盯礼 把人都吓坏了 通勤大礼 在什么场合 行什么礼 你是伊斯兰教 回教徒 他们最尽力是拥抱 我们跟他 常常往来 在他那个场合当中 我们也抱抱他了 他欢喜 所以一定要懂 通权大礼 大家明白 这个道理之后 大庭广众 公共场所 不要拜 问讯就对了 这个拜 好像我们很攻击 吓了很多人 不敢修复 这个应过责任 你要负担